就玩泰風 真是玩泰風 好 這樣我要講 我也是去那種度假村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歌手 就邀請我們去表演 然後我們大概三點多就到了 我一進去的時候 整個人就是昏 馬上就昏喔 就是呼吸困難 然後心跳加快 然後想說 欸 怎麼這樣 可是他一進去的時候 他這邊就是電視客廳 然後樓上就是 小通鋪那種 我跟你說真的很可怕 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第一個是看到那個花蓮 那個窗簾 我又昏 那窗簾我永遠不會忘記 是綠色跟一個白色的一個花臉 那個窗簾 然後我看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 鏡子梳妝台 然後我就看到感覺有人在梳妝 後來我就 我就想說沒看到 所以之後 然後我第一個感覺是 啊 完了 然後我就繼續看 我就說 喔 這邊的衣櫥好漂亮喔 他旁邊就是衣櫥 我就故意裝沒看到 他說 欸 衣櫥好漂亮喔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去客廳化妝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不要打擾他 你知道 你就感覺他在 你在跟他講你的行程是不是 你真的覺得不是 因為那時候一個人 那個房間好大 而且我已經不舒服了 是整個人熱起來 因為我體質很敏感嘛 然後我就想說不對 我帶給我宣傳 我說 妳來一下我房間好不好 我給妳換房間 他就完全沒有事啊 我說妳有沒有感覺 我房間很熱 他說 沒有啊 好嗎 我說我整個心跳加快 而且我一直呼吸困難耶 我說晚上我可不可以不要住這邊 我表演完我就要走了 他說 可是妳沒有飛機喔 我說沒關係 我坐夜的時候我都回去 他說好 然後後來大概到 我就在那邊 就是我一直在客廳 我就在那邊趕快化妝 趕快化妝 因為差不多四點發生的事情 六點要來接我們 然後他們來接我的時候 那個當地的人就說 欸 欣妮怎麼嘴巴都發白 臉色都不對了 一看就知道我就說 我就說 我剛進那個房間怪怪的耶 你知道嗎 因為那邊很大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把我們藝人都安排在那個山邊 結果我唱完的時候 唱完喔 他才跟我說 欣妮那不好意思 因為妳後面那邊全部都沒拿過 對 他說 因為他就是為了怕藝人被一般人打擾 所以他把我們藝人都安排在山邊 他這邊其實是很旺 就是真的都很漂亮 然後我說好那沒關係 我就趕快回去 而且最可怕的是 後來我連夜回台北 我回台北之後 然後就一路暈 就是暈到我眼睛也睜不開 然後呼吸困難 就是我打一個哈欠喔 那是最誇張的 是打哈欠到 妳有感覺哈欠有骨頭刺在裡面 對 就是我沒有辦法吞口水 然後後來我就去急診室 那醫生說喉嚨是沒有骨頭的 它只有軟骨 它是不可能會有刺或什麼卡在裡面 然後我說為什麼我都不能吞喉水 結果後來才去開那個藥就是放鬆劑 它是整個讓我身體放鬆 然後因為我是基督徒 我就一直禱告一直禱告 我也敢跟我媽講 然後我就跟朋友說怎麼辦 然後他禱告禱告 可是很奇怪就是還自於你知道 因為我一個禮拜都在忙 然後我就說 不對我那個一個禮拜都怪 就是說不出來女人是悶的 然後眼睛也看不亮什麼 後來怎麼好了 後來我朋友就說 那天是關公生日 就是去行天公 然後說心裡讓你朋友去走一下 那你不拜拜你不要拿嗎 那你去走 很妙 那我一走進去人就亮 嗯 粉哥就沒事 有這種 人都要 不能不信邪啊 就是 就突然變有力量了對不對 粉哥就人就醒 然後眼睛也亮 頓時那個全部就不見 感覺就不見 醒過來 然後我還可以再講 接下來後來去美國嗎 美國同樣一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本來 一大群人嘛 可是我們不想花太多的錢 我們本來想租好一點的 然後就租那種 一個晚上大概三千塊台幣喔 就很妙喔 我那天也是因為有時差嘛 我在舊金山的時候就被壓了 然後就租那種 一個晚上大概三千塊台幣喔 就很妙喔 我那天也是因為有時差嘛 我在舊金山的時候就被壓了 對我在舊金山很可怕 因為那時候住我朋友家 然後他們在旁邊吃披薩在玩 我已經被壓了 然後我一直跟他們說 叫起來 叫起來我還先罵髒話 我說我已經看 我只記得我余光 都看到他們在那邊玩 我說你夠叫起來 後來我醒的時候 我就說為什麼你剛不叫我起來 他說你沒有出聲啊 我說我看到你們在吃披薩對不對 他說 對啊 我說對 我看到你們在吃披薩啊 叫你叫我起來 他就不叫 所以等於我在叫的時候 他們都沒貼到 聲音發不出來 對 然後好就算了 後來我們就到LA 然後LA一進飯店的時候我就累 他們全部都很開心 就去吃中餐 我說好 然後我就說 那我在房間休息好 然後我就看那個MBA 就是看籃球播放 我馬上就昏倒了喔 可是在狠間的時候 我一走進去那個走廊的時候 我看到底間 就是最底間那邊 然後我就感覺好像怪怪有人 就感覺有人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空姐 他就是住最底間被黑人壓 因為他們長期飛國外 他們有時候安排就是最邊間 對 住飯店千萬不要選最底間 對 他們真的被黑 有時候最底間是L型 是有兩面緊的啊 有時候最底間都是最貴的耶 對啊 最大最最貴的耶 對啊 可能小的那種飯店吧 對 然後他後來我進去我看 要開門的時候我就看那個走廊邊邊 我就覺得好怪的感覺 後來我一睡的時候 然後頭髮是學生頭這樣 坐在床上這樣 要起來的時候 起不來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已經遠遠看他要轉過來 我一睡的時候 我不騙你喔 瞬間我就聽到一個那個高跟鞋的聲音 就是感覺從那個門走出來 因為你是昏倒的 然後你就感覺那個人是 跑得很快直接衝到你旁邊 你就看到一個很大的臉 就像那種我在看你 黑人 對 然後就是尖叫 就在我旁邊眼睛很大 對我這樣 尖叫 我聽到聲音 而且我聽到他是快跑過來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我就說 啊 主啊 如果我張開眼睛看到他 我應該會變神經病 真的 我覺得我那一段 瞬間就會變神經病 我就說 好 記得陳維銘講 我說要罵髒話 那我罵髒話好了 髒話我醒來 如果真的看到那我認 我不騙你喔 我一罵髒話之後 我醒來 然後那個空間感覺順時間變了 變好安靜 髒話回來 我有三秒鐘 大概五秒鐘 全部空間是安靜的 然後才聽到NBA的聲音回來 所以妳是罵英文的嗎 中文 然後我就 我去找到這點了 我去找到這點了 對 我跟你說很可怕 我趕快打扣售貝 我說我說我被壓了 我從究竟山壓到LA 然後後來我們換新的飯店 就住那WHO飯店 我婚睡了一天一夜 醒過來 他們說妳好可愛喔 然後後來真的醒過來 我才去那附近的教堂走一走 才又醒來 很誇張 很誇張